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那麼這個階段呢 我們請另外一位余書偉老師 一起上台跟大家互動 余老師請 謝謝各位來賓 我們整理一下 想先請問兩位老師 一般現在 無論是歷史研究或者是學術研究 都認為說 目前我們看到中國的這個大聖佛法 它並不是佛陀在世的時候所傳下來的 而是經由歷史的演變 教派的這個爭論逐漸形成的 是形成於公元一世紀左右的 那麼不曉得 藏大師對於現在大家都認定的大聖非佛說 那藏大師他的想法是什麼樣的 這個問題啊 其實從慈恩傳裡面呢 它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說 我們從慈恩傳去看玄葬 會感受到說 這個玄葬大師呢 是溫倫如雅 是很慈悲的一位大師 但是呢 剛剛提到說 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呢 就是當玄葬呢 他到秋辭國 去見到這個 木察渠多這位法師的時候呢 那麼 木察渠多跟玄葬問說 你西行要去 要到這個天主去幹什麼 那當時玄葬就很 這個直接就回答說 我要去 這個 取這個 魚邪式地論 那木察渠多呢 聽到這個魚邪式地論呢 就 反應就 覺得很鄙視 意思就是說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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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佛的人不會去 去學這種邪見論 告訴玄葬說 你不用去學這個邪見論 你應該在我這裡 我這裡 這個 聚社論 跟這個 皮波沙論 我這裡都有 這個是最 最 最 高深的論 你就在我這裡 學這個就好了 那 慈恩傳裡面 提到就是說 當玄葬大師聽到 木察渠多 這樣說的時候呢 他用了幾個字也 他說呢 本來 這個大師是很敬重 木察渠多的 但是 聽到 木察渠多 這樣子批評 這個 魚邪式地論 說它是邪見論 等於是否定大聖 所以 大師很直接的反應 就是 視之如土 如塵土 把這個 木察渠多呢 就好像當作是 是塵土一樣 那這個跟我們從 這個 慈恩傳裡面看到大師的言行 完全是 是 很大的 這個 180度的那種差異 好 那另外呢 不管是 慈恩傳也好 或者是說 在 這個 大腸西域記裡面 玄奘都 特別去到了一個地方 那個地方呢 就是 有一位 有一位 天主的 有一位這個論師 因為 他 就是 批評大聖 並且 否定 否定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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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卿 他說 他要去造論 要破大聖 要 破這個 士卿的這個 生命 那 當他這樣 起了這個念頭 之後呢 他 身體馬上就得病了 得了重病 而且呢 是懺悔之後呢 他就死了 那死的地方呢 就 現在 當 玄奘去的時候呢 就看到 有個深坑 當地就留下一個深坑 那 我是覺得就是說 呃 從這兩個 慈恩傳裡面的 這個 記載呢 很明確的就是 玄奘 大師呢 對於這個 主張 大聖非佛桌的人 態度是很 很堅定的 是很堅定的 一樣一個態度 這個是我從 這個 傳記上面 看到的 史實 那一位是 仲賢頓師 不過 仲賢頓師 仲賢頓師 等於是說 他們 這有些是屬於 呃 一些 對於 應該是 因為 那時候 阿皮達某 在發展 這真的叫發展 因為呢 聖父派他們 直接在發展 是對於大聖的義理 產生一些探討 可是他們探討 沒有辦法作為結論 因為他們跟大聖經典 有所背離 然後佛陀呢 在經典有說 就是這大聖法 五百年後 就事件滅度以後 五百年後 然後才會呢 開始 這個 就是說我們會常開始流傳 開始大傳 那為什麼呢 因為呢 經過一代又一代的聖文人 聖文種姓的話 比較差了修到出國 出國也不會再來這世間 然後修到阿羅漢 更不會來這世間 都入涅槃啊 然後修到三國人也不會來 對 因為他已經不來玉劫了 不會在地球 那修到二國也不會來 因為他到了玉劫天 玉劫天的換算 至少那邊壽命是九百萬年 所以在我們有生之年 有有生之年 都很難遇到 除非說他有些特殊因緣 來這邊看一看 所以呢 我們這樣可以知道說呢 一代又一代 你如果是這樣來篩選 篩檢 這樣的聖文根氣比較好的 都在佛陀當世 就走了 然後再來再來再來 那你如果二十年 算一代的話 經過二十五代已經 也差不多走完了 這樣會變成說 你這解脫道呢 你要實證後繼無人 雖然呢 大家講的 十八步呢 再加原本的大眾步 上座步 都沒有問題 這樣算二十步好了 當然也有人說這樣十八步 可是呢 你終究沒有辦法支撐起 你這樣解脫阿羅漢的一個實證 這樣的話呢 或是說 你沒這個實證的話 主要是講 你有限期世間所說的神通 因為以前呢 只要修到拒絕託 就是大家有意義 大家對你不服氣 沒問題 阿羅漢需要的時候 跳到空中 就是我們根據佛法上的記載 就是說它可以像獨覺一樣 跳到空中 然後十八遍就解決問題 因為 因為一般的這個凡夫 沒有辦法來 跟呢 有修這樣的來說 另外在一禮上 也會出現問題 就是說 到底怎樣是屬於 波涅槃 《奇藏阿涵經》的時候呢 已經很清楚說出來 誰波涅槃 到底誰入涅槃 涅槃是不出不入的 這樣的話 你入了什麼時候要出 那又是哪一個法能夠入 所以這些對於呢 二聖解脫者來說 都是問題 那這樣的問題的話 實際上就只有回到呢 生命實相 只有實證涅槃可以解 可是呢 二聖阿羅漢不能說 他實證涅槃 這種呢 等於是說 他是如來方便說實證涅槃 如果他有實證涅槃 不用呢 再要波涅槃 波就是路的意思 那也不用呢 每次都要依循著 佛陀的指示來說明 什麼叫做涅槃 這樣一字不詐地說 就是因為呢 他只能證到他所能夠證到的極致 而沒有辦法了解 涅槃裡面的內涵是什麼 所以呢 我們從這點來看呢 要主張呢 就是說只有呢 只有呢 二聖法可以單獨獨立 是沒有辦法的 所以五百年後 進入相法的時候 二聖法呢 會受到攻擊 這時候就由大聖法來處理 那另外是整個延續 是要第一次大聖佛法 開始復興 經過許多的菩薩努力 最後要移到中國 因為中國才是整個要推展 這個大聖法 大聖氣象的一個 一個最重要的一個基地 那這是佛法在法脈傳承的時候 是這樣的 所以我應該是要感到驕傲啦 對 然後至於說呢 當時候有波羅局說這個人 他呢 實際上他是主張呢 大聖廢火說的 那他是實際上呢 在我們這樣看起來 他是被呢 學長大師那時候呢 破製到很厲害 就是他也僅次於呢 主張和空有之爭啦 然後被大師破製很厲害的 世事光 僅次於他 因為呢 任何能引起大聖爭議的 都不是學長大師要的 對 因為大聖法本身沒有爭議 所以空有之爭 但實際上這是錯會 因為他沒有達到通達 不能通達這些法 所以呢 大師就寫一個會中論 會中論就說明呢 一切法空啊 一切無所得啊 不是你說的這個意思 你不能就把呢 原成實性啊 或是真實或等等 這樣的初世間法 全部抹殺掉 如果你可以抹殺 那你就變成斷滅 而且你也無因啊 因為你自己說自己 自己 我們現在從現在解釋 我們當然可以比較清楚啦 就是你又說我們講 一切都是緣起好了 可是呢 緣起 是緣這個字可以出生法嗎 還是起這個字可以出生法 緣起只是 只是一個名相 名詞 名詞不能出生法 就像我在這邊有講 只有講話 可以出生一個什麼嗎 沒有啊 沒有特別的啊 所以呢 原生原滅的話 我吐出那兩個字 也不會變成一個東西 我不會說 我說猴子 然後就有個猴子出現啦 對啊 如果這樣的話就太厲害了 所以呢 所以明相本身不太好 那現在的話有人會說 我明相就是來形容現象界 這也有問題的 現象界的任何一個法 都不能抵觸呢 佛陀所說的一個事實 就是生命實相呢 這些法都是被出生的 而且呢 被出生的話 還限制了一些 免得有人會說 我可以來出生他 叫不治生 不他生 不治他生 我想大家都知道 這樣 可是不能無因 那因此呢 一些主張呢 他懂得佛法的人 他們就說 不管我 我不管你大聖說什麼 我就主張是這樣 那這是需要斟酌的 那因此 波羅菊多呢 就換了大師的忌諱 因為他寫一個呢 叫破大聖義 結果呢 學上大師後來就造了一千六百頌 然後呢 來把它駁斥 在寫的時候 這個是非比極快的成就 但是這也是主要是說 大師喔 他平常要呢 做這些呢 法藝上的準備種種 所以就可以很快的把它完成 然後這個呢 專門破大聖非佛書 可是這部論並沒有在中國出現 不過他的意涵呢 實際上後來在成為世論出現了 對 就是有包含軍區 那有 應該也是在 他的這個弟子 奎基大師 寫的一些成為世論書記 還有其他的 這些關於產世為世的 都要出現 那這些東西呢 就這些呢 這些呢 這些著作 或這些造論 都顯示 就是說 你沒有大聖法 你應該連二聖也沒有了 為什麼 因為大聖才能成佛啊 你二聖只能成為阿羅漢啊 不然就成為畢之佛 你能成佛嗎 你不能成佛 你不能講這個大聖法 也不能講二聖法 那你說沒有佛 那呢 沒有大聖就沒有佛 那你說 你的意思就是沒有佛啦 沒有佛那你總會有二聖法呢 這樣 那因此 驅擬成的十八天法會 實際上呢 大師不是在那裡 坐在椅子上都沒有事情 實際上是一直在講法的 所以呢 把這個呢 佛法怎麼樣深入 怎麼樣告訴來的聽眾 那因此來博得大家的一致的讚嘆 而且大聖天這個名號 不是驅擬成才建立的 當時候順勢外道來呢 呃 娜娜說 駝士啊 踢館的時候 然後呢 這個 這個 這個選項大師就命令他的仆人 去把他撕下來 人家那個什麼鐵都撕下來 而且記得 要用腳用力踩 要踩到懶 這樣 然後後來就 這個順勢外道就不滿意了 他說怎麼會這樣 你不然就回答我嘛 對你這個人是誰 因為他 因為他看就不像是裡面的聲眾 他說 我是大聖天的奴仆 就是仆人 奴仆當然沒什麼了不起 可是 後面的組織很了不起 所以呢 大聖天是當然 這個奴仆怎麼這麼有信心 稱呼呢 因為在印度 有個特色 會稱到天 就是代表你有解脫 就是聖者 不管說你是要一大聖來說 或一二聖來說 就是你是聖人 這樣 而且這大聖天也不是這個是仆人說的 所以呢 當初戒日王因為呢 就摩羅王把這個 徐昂菩薩先找過去 他就不高興 那人家呢 來報告他的手續 所以是先說 大王 那大聖天目前在揪摩羅王那裡 那要不要去 意思就找他過來 所以呢 大聖天就代表說呢 玄奘在這方面是有實證的 不然一般來說就會稱他叫高僧 大家可以想 連戒賢論師那麼精通佛法 他也沒有從來得到過一個大聖天的封號 那所以說啊 大聖本來就有的 然後在成為世論呢 特別舉了彌勒菩薩說的七個因 就是有七種因證明大聖是存在的 不過我們因為 時間關係我們簡單說明一下就好了 就是說 只有呢 大聖法真正可以對峙呢 這煩惱 因為他能夠斷這個呢 煩惱的喜氣 這是因為大聖呢 可以呢 證得無分別字 這樣的智慧就對於實相的知道 實相的領受 這個是二聖法沒有的 二聖法沒有辦法契入 那另外呢 如果說呢 大聖法呢 本來就沒有的話 那因為呢 他跟呢 世尊 如果說 在阿函所講的是背禮的話 那這樣的話 當然佛陀會先預計 預計就是事先說明 多少年 多少年以後 然後幾百年以後 會有一個法 會來亂我的法 可是沒有啊 就證明呢 大聖法不是呢 這個呢 後來人寫的 其實呢 這裡可以從現代的一個文獻 還有學術來說 就是 因為呢 一定要 歐美的學術者 他一定要說一個 比較有根據的說法 所以呢 他們就創造了 大聖是從哪裡來的 結果 但是因為他們是從呢 波羅經 還有那時候一些宋 來呢 比對 說這風土人情是這樣 所以我猜就是這樣 那如果這樣猜 那應該大家猜的也都一樣 結果還有不一樣 結果不一樣以後呢 就呢 有一位 因為 現在他是當 台大教授 那因為我們 也不需要特別指 他是誰 免得呢 許術界對他這個意見 他當初寫了論文 他說呢 這些都沒有根據 因為呢 這些都是一些猜測 那如果呢 可以這麼猜測 凡夫都可以呢 這樣 大聖真的不是佛說的話 那應該是屬於外道的境界 或是二聖境界 結果不是 因為二聖已經在歷史上做個證明 他們如果是討論大聖法的話 或討論實相 他們會分裂 而且呢 他們會呢 各執一次 就像他搶那一張白點一樣 那如果呢 連呢 學二聖法人都不是 那他們呢 連二聖的境界都達不到 那根本要跟他們說 這簡單的法都很困難 那如何能夠這些人 知道說大聖法在說什麼 如何創造出 有個種族 有個部族 有個部落 他們呢 很努力 在呢 三百多人 兩百多人間 這個部族一直隱姓埋名 然後事件的人沒有發現他 然後他們創造了大聖文化 一步又一步創造出來 這樣 真希望他們找得到 這不是外星人 的一個漫遊亂想的一個世界 這要有真平實據 然後呢 因為這 理由是很重 我們現在 再來說明一下 就是說 從阿涵 是不是可以找到 其實 如果從玄奘大師的這個 以這個成為思論來看 除了剛剛郭老師提到的 他引用這個 米勒大師的這個 七的七點來證明有大聖之外 那其實大聖主要就是講 跟小聖的差異 跟那些錯會佛法的這些 小聖論師的差異就是 六四跟八四的 這個不同的主張 那 玄奘大師在成為思論裡面呢 他就是引這個 阿涵經裡面的這個記載 說這個 世緣民社 民社原世 說這個 民社跟世呢 猶如這個 這個素爐啊 因為互相的支持 所以能夠運轉 那玄奘大師在成為思論裡面的 這些論述呢 其實 不只是在北傳阿涵裡面 能夠找到根據 南傳的尼科葉裡面 也有好幾部經 其實 都能夠找到這個根據 我想可能在座也有人 這個認識 從透過經典認識 那位叫做徒弟比丘的 因為他主張說這個 他就是認為這個 六四本身是 是不斷的 是不滅的 結果 不是就被 佛陀叫去指責 說他是 與比丘嗎 這個經典在 尼科葉裡面也是有 那 玄奘大師他 他 提到的這些 世緣民社 民社 原事 提到這些事 乃至於 提到就是說 這個 有人主張說 有一個維系的 這個意識啊 能夠 這個 延續到後世 那當時 大師 大師就直接說 這個就是 第八四 因為我們從 不管是說 成為事論來看 或者說 即使從阿涵裡面 也可以看得出來 六四 前六四 都是 因緣生 這個是 佛陀指責 徒弟 徒弟比修的地方 六四都是 因緣生嘛 都是 根層 然後才會有 生 遠四乃至 義四 那這裡就有六四啦 那另外 這個 第七四啊 第七四其實就是 生出義四的那個義根 那這個義根呢 在 我們從佛法裡面 其實不只是說 這個在為事裡面 從阿涵去比對來看 也可以看得出來 都不說這個義根 他是色法 因為 小聖的論裡面 就說色法就是 也說色法是十一個色法 就是五根 五成 還有那個 法術所色色 都不說義根是色法 所以很明顯的 義根是心法 那義根既然是心法 那就是第七四啊 那這兩個都不是 因為這兩個是十八戒的法 是會滅的法 所以玄奘菩薩就很明確的講說 那個能夠延續到未來的那個 集系義四呢 他是第八四 所以我是覺得就是說 玄奘大師呢 他不只是 很直接的 表現出對於 否定大聖 主張大聖回佛說的 這些人的態度 是很堅定的 而且剛剛說 把他視如塵土 甚至於在論述裡面 在成活思論裡面 也是很清楚的 交代這些的脈絡 這是我所 看過的這些的 經論的情況 謝謝兩位老師 那麼下面一個問題 我再補充一下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就是說 一根他是作為 出生意識的語言 那呢 大師在成活思論 特別呢 對於呢 這個第八四 做了一個重大的一個宣誓 他是直接引用了阿皮達摩的 這個經論 契經 經典來說 他說呢 這個法呢 是無始始來戒 一切法等一 那呢 就是 由此有諸趣 即涅槃正德 就是說如果沒有這個法 世間的一切都沒有了啦 那也不用去求證什麼涅槃 三聖寧要說涅槃都不存在 就是說 他是一個等一 平等 作為了每一個法的所依法 而且 這樣的話就是說 而且 大師還特別說 這個涅槃是所顯得 涅槃是顯示 涅槃不是有個方所 有個地方 或在三界中有一個地方 有一個很美麗的地方叫涅槃 然後可以去那裡 沒有 對 可是涅槃不是斷滅 因為如來說 我沒有說斷滅的法 從來不說 這樣 一定是有因的法 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 這樣的法 那就變成布派佛教 他們就 或布派生文 他一直想要探討 所以他們有根本事 有分事 然後甚至窮生殖運都舉出來 就自己再加 這種情況下 在這個過程中 就是說 一定有一個 可以維繫生死 一直存在的 然後 可是他形象很維繫 可是如果是意識 形象很清楚 大家都知道 意識是可以 就是受果報的事 受果報的事 也就是說在這種情況下 土地比丘才會被斥責 那到底二聖法是怎麼 那有人會說 那二聖法慢慢去演變 就可以成大聖法 可是佛陀呢 並沒有這樣說 佛陀在雜案經裡面說很清楚 二聖法裡面 不管是聖文聖、雲絕聖 都是一樣 不義乳 不離乳 就是不能離開 或是叫不離乳 就是不能離開真乳 不能離開這個真乳的種種 但是因為呢 二聖法沒有去討論這個真乳 所以有時候直接用乳 這中文翻譯上有時候稱為乳 乳乳或真乳 然後在這種情況下呢 也不會異於乳 就是跟呢 這個乳的體性不會不一樣 那就很奇怪啦 一切法不是說生滅嗎 可是大聖法全部都回到這個 一切法不生不滅 所以當然要回到二聖法之前的本源 本源就是真乳 真乳才會不生不滅 沒有刹那刹那的生滅過 神叫真乳 不能說我今天呢 稍微變動一下 明天看看 然後後天說 欸它滷了 這樣很滷是不行的啦 對不對 所以呢 所以 在呢 人邪經 這個禪中呢 所依據的 交易別傳的 就 達摩說呢 這只有四卷 這人情已經可以直接印心 那當然要印什麼心 印心就是說 承認 要正的就是乳來葬心 承認 這個心就是第八四 因為呢 在上面的說法是等同的 而且呢 後來呢 他們的一本裡面有直接說的 就是說這個心呢 如來說呢 我說為真乳 因為它離於人取和所取 所以呢 這個呢 這個葬事 這個阿拉也是 這個第八四 離於人所取 如來我說 這個就是真乳 所以呢 這是沒有辦法翻動 即使第二章法輪也直接說 真乳是初生諸法的 這樣 所以呢 這個叫真乳 雖生諸法 真乳不生 真乳不生 一定要有個不生法 這也是龍術所主張的 然後怎麼去歸結 這個喔 生不生不塌身或等等 就知道 事故之無生 一定有一個本因的法 這樣才不會斷滅 而且本因法 一定是無生的法 那無生法還能夠出生法 當然要歸於經 因為 龍術菩薩是講是論 他是要彰顯 波羅經 那所以說 我們這樣一切都解了 就是說 大聖法講真乳 一切法不生不滅 二聖法講生命 因為呢 他們沒有辦法理解 因為這法很難 所以呢 在這種情況下呢 阿罕經就直接說 如來的這個正量裡面的實力 直接說 就說 不是呢 聲聞員覺得他們能理解 連如來的實力都不知道 更別說如來所贈得的一切種子等等 好 再說這個補充 好 謝謝兩位老師 好 好 好 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